这里出了一个怪事情就是 在12月2号或是3号的时候 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都通了电话 通了电话以后 这个东西居然悄然无声 以前照理讲你川普就任 这是好事嘛 我打了一个公公的电话 然后两边都有官室 官方了以后 这个可以荣兵嘛 这是皆大欢喜的 就这个电话打完以后 两边悄然无声 两边什么讯息都没有流出来 一直等到川普12月6号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才说我跟习近平通了电话 那通完电话了以后 你到底讲什么 川普也没讲 习近平没有讲什么 那习近平今天就讲了一个 他警告 他说如果美国要打贸易战 没有赢家代表 那个画面 那个电话不欢而散 而且那个电话 根本就是川普对习近平威胁 我要跟你打贸易战的 当然是嘛 川普大嘴巴 电话里面就警告他嘛 他已经 你看他这个时间点嘛 他刚好发生这个叙利亚的事件 发生叙利亚事件 你知道对习近平损失多大 很大吗 一千亿美金 刚刚答应了忘记了吗 上次到了浙江去 开了林影师大门 对 援助 援助叙利亚 一千亿美金 一千亿美金 通通打水票 这次挂了 怎么会高兴的起来呢 这第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川普是行动派 一直在干嘛 对 那他整个的策略来讲的话 很简单 他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 就是攻击中国嘛 就压制中国嘛 对 他压制中国的话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二治中嘛 还是要拉拢 他还是要解决恶务问题 拉拢俄罗斯进来嘛 对 而且俄罗斯比过去更好了嘛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又收了一个小弟 叫金正恩啊 对 那这个原来金正恩是独家代理的 是习近平嘛 现在普丁也在里面插上一腿 对 那这个普丁的利益 如果一定程度的 又跟这个西方利益要谈判嘛 他们要交易嘛 所以川普又跟他扯在一堆了嘛 所以这个整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没有 越来越凸顯出来 变成说习近平或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在国际上地位是孤立的 孤立的情况 然后你要知道 第三个你要注意哦 川普基本上是不用军事行动 他不打仗的嘛 人家问他说台湾问题 他说台湾问题 我关税100%罚他 他就关税来修理中国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用关税 用经济的冷战的方式 来处理 面对他的最重要的竞争者 那就是中国大陆 对 所以他今天这个结果 当然习近平不高兴啊 他会没有赢家 打贸易战没有赢家 怎么会没有赢家呢 他当然只有一个赢家 所以川普认为他是赢家嘛 对 川普所有的策略里面 他现在把俄国如果也在 俄乌战争在他上任之前 就解决掉的话 那这个那俄罗斯跟他之间 那以后的所谓的这个石油的 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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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的这个交易货币是什么 美金 就美金了嘛 他确定他的美军的美金的强大 对 他为了美金的事情 不是警告好多国家 对 你们不能用其他货币 干你 你敢用美金以外的货币 最大一咖是谁 就俄罗斯啊 俄罗斯也用美金 所以他整个有俄至终的策略 是一步步在收缩嘛 当然俄罗斯不打仗了 对 大家搞经济了 他就搞 他就开始要搞 他就开始搞关税了嘛 可是俄乌能收拾吗 俄乌不是一堆一堆 一个烂摊子吗 他跑到法国不是去讲了吗 对 叙利亚为什么会败的啊 他俄罗斯不够力了嘛 俄罗斯力量不够才变成这样子 事实上是不是如此 是如此 整个俄罗斯在欧洲的战队布局 节节败退嘛 他整个退出叙利亚的话 等于是他那个军事的力量 那支箭 要剑指欧洲的那个 没了 最后的海军基地退掉了嘛 那剩下什么东西呢 剩下俄乌战场 俄乌战场目前最新的谈判 这个乌克兰 责任斯基 同意让土地让给他的 那条件就是说 他的用词很精准 就是说我们现在剩下的四个州 不要用军事解决 用外交解决 我都看不懂 什么叫做外交解决 外交是扯 大家扯皮了嘛 外交是打屁嘛 外交是什么用 外交能够把一块土地抢回来 当然不能 可是后面一个更狠的东西嘛 就是剩下乌克兰的土地的国家 有北欧来 有北约保护嘛 北约保护就是川普保护啊 那跟川普好高兴跟他站在一起 这小子已经拿下好处了嘛 所以他才穿一个蓝色西装 打了一个金黄色的领带 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要给 就要团出个条件让普丁能够下台 所以你说川普跟泽伦斯基已经谈好了 川普跟泽伦斯基没有角色了 全部是川普了 川普是总代理的嘛 总代理 他是老大 他做主嘛 对不对 那他担任普丁的条件一定是让普丁能够满意的条件 普丁能够解套 面子上能够守到 能够顾到面子 然后在国内的这个所谓他的总统地位保持 普丁会同意啊 怎么不会同意呢 因为他要的就是这四块钱给你啊 如果顿巴斯的这些土地我要 我现在来跟你交朋友 然后到乌克兰帮忙你怎么办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条件他很难拒绝 我认为有密切在谈判中啦 但这个谈判情况之下 就是一个苦主是谁的 就是习近平嘛 因为习近平就是他一直孤立一直孤立嘛 然后在这个时候来讲 我们慢慢逐渐已经证明了 这两天的南韩发生的 这个整个变故的事件 隐习越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发生的嘛 是其来有事 确实是有心怀不轨 你上礼拜跟我讲说 川普在幕后支持隐习越 隐习越干这个事情是得到了川普 或者美军的某些握取 而且他不是要搞建议 他是要搞战争 我上礼拜讲你讲真的还讲假的 我这个礼拜看该是真的了 他今天更衣服 李在明已经讲了 李在明要一个礼拜 弹劾这个隐习越一次啊 然后一个礼拜一次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发现一个大问题啊 李在明在跟他拼了 因为他用司法在搞李在明啊 在李在明违反他的选霸法 对啊 他搞一搞李在明就没有选举资格啊 这也有问题 所以他这个 他这里面的斗争是用这个 好多法律问题搞那一堆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高度的怀疑啊 这个川普会在一月二十号之前 或是那个最短的时间之类 跟尹徐越碰面啊 那尹徐越又变成他在 他在朝鲜半岛一个重要的棋子 没有想到韩国的政治 如此惨烈 你说韩国就是什么 阿里郎的政治 阿里郎是一个怨 跟恨的政治 我没有想到这个怨的 跟恨的政治 这么可怕 非常可怕 仇恨政治 台湾不会 台湾贪污没关系 绝对不跳楼 你放心 台湾也不会恨 台湾过就算了 过就算了 我手过就算了 韩国人很可怕 韩国人跟你搞到底啊 没完没了 你搞到这个样子 所以他这个政治 没有妥协空间 没妥协 反正他一个年龄 他年轻就是要跟你 就是要反政府 年龄大了 就跟财团一起搞贪污 他这个轮回就不停的 对 那可是这个问题 现在你要看 未来的韩国的经济 是靠谁 靠川普 韩国经济为什么坏了 韩国经济20%的GDP靠中国 对 他跟中国签FTA以后就挂了 对 中国什么东西都倾销 它是低价倾销 然后所有的这个 过多 就是多余产能 这overcapacity 产能大胜 然后通通东西 一股老的 他最近传说 他的成熟的这个制程 这些金元 要打六折 卖来这个台湾 吓死人了 那个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问题 将来要改变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1月20号开始 因为这个时候的 川普知道 川普要处理这个 川普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利差 多少钱 是三千亿美金 他解决三千亿美金 他怎么解决 就是关税吗 关税完之后 谁来代替呢 他当然扶持韩国 那韩国是他的友邦 是他的小弟 他吧 那韩国这种三星也好 大宇也好 这几个什么 这几个他们的 他的产能是 他的产能是具备的 他不管钢铁厂也好 他的半导体厂也好 通通跟中国大陆的 那个整个商 整个的产品的 这个生产结构是相同 对 因为都他露出来的 对 当他开始 开始对中国大陆开始 定关税60% 50% 100%下去的时候 那跟谁买 是川普会救韩国 川普会大量的利用 韩国现在被打压的 这些生产的技术跟产能 这几个三星大宇 通通一股心 通通就活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的 中国大陆的所有 最重要的这些产品 要外销全世界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半导体是一个关键 电池是个关键嘛 还有一个电动车 电动车 韩国是多大的产量啊 全部被打压 对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其他一些产品 这可怕的东西 全部都是韩国大量生产 因为韩国是一个 财团控制的国家嘛 对 他的85%的GDP 是财团控制的 那财团就直接 就跟中国挂钩的结果 把中国培养起来之后 然后被中国打挂了 对 那现在他有机会翻身的 唯一机会 就很简单 两个选项嘛 这个全世界以后 只有两个选项 什么两个选项 亲北亲中 没有第二个选项 难怪李在平 一直被认为 他是一个亲中的人 就现在对川普如此评价 所以台湾也是一样的概念 日本也是一样的概念 全世界都会变成 两二分法分开了 因为川普的高 的这种 惩罚性关税的策略 就是针对着中国要下手 那他必须要有 其他的替代品 所以他用 这边是高关税的惩罚 这边是低关税 甚至于要他们把产能 移到美国去生产 我们的台积电已经去了 那你认为他不会叫 三星这家伙去吗 当然要去 已经去了嘛 已经去了嘛 可是扩大产能嘛 所以他会把他产能继续扩大 在美国生产的话 那你中国怎么办 所以中国这些所谓的 目前这些所谓的 外销全球 希望造成全球 依赖中国的生产能力的 这些产品 通通会遭遇到挑战 而且会挂掉 刚才讲的事事如意盘起 然后鼻子在牵动 鼻子牵动 没有想到 现在如果这样看出来 现在南北韩的这样的情势 隐熙越发动了这个戒严 包括当时纳特亚胡 这个狂风滥炸 甚至当时直接进到叙利亚 去进行签字 搞了半天 这背后都是美国的阴谋 而且美国的阴谋之外 有一个重要的棋子是 你都没有想到 现在以色列已经长驱迟入 如入无人之际 刚才讲两天的时间 针对这个所谓的叙利亚 不管是政府军或者反胖军 只要我认为你未来 对我有威胁 我就全部的狂风滥炸 这一次的这个叙利亚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反政府军的行动 会成功 有几个重要的要件 那最重要的主角是 是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他是真正的主导者 就是他支持了一支 很重要的部队 因为他们这些 总共有五支部队 有美国人支持一支 然后以色列人支持 土耳其支持一支 然后库德主一支 另外一个以前是基地组织的一支部队 ISIS的 他现在变成叫做 就是解放 就是叙利亚解放军 这部队非常强 所以在这个开始 在行动之前 他得到埃尔段的同意 埃尔段提供所有的军火 给他那支部队 然后各自有老板供应 供应军火 对不对 然后更厉害是什么 你要知道 第二点 叙利亚的主要 主要的兵力 除了地面部队以外 他的空军非常强 因为阿塞德的爸爸 以前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所以他本身就非常重视 这个战斗 他就是这些 是不是空军 空军的战斗机 空军的情报收集系统 所以他的空军的那些 整个堡垒做得非常的好 但在这一次 为什么空军没有发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很简单 所有地面部队的空中的掩护 全部是由美军跟以色列负责 美军直接干了 所以这十二天的变天 不是只有反叛军 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掩护 现在大家不用反叛军 现在是反政府军 反政府军的四支部队 同时 五支部队同时打 从不同的角度 开始打的时候 只有一支 所谓的基地组织 它原来是被设定成 所谓的恐怖组织 所以美军没有掩护它 其他四支部队 全部是由以色列跟美军 在做空中的掩护 再怎么打 完全空中掩护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 以色列总共出了 250次的轰炸 那问题是 那这个最后 叙利亚的飞机去哪里了 叙利亚飞机来 它不是空军最强吗 也飞出去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 你知道吗 落跑了 落跑了 最后空军落跑 所以空军一落跑 地面部队怎么打 对 没得打了 就没得打 就完全棄手 一路棄手 通通就溃散掉了 溃散掉开始就投降 所以很快 所以美军是一开始就介入的 一开始就介入 是美军提供了 所有的空中掩护 然后做了地面的攻击 所以你看它地面 轰炸那么惨烈 它这些反抗 这些所谓反抗军 或反政府军 拿了这个力量 你的反空飞带 你所有的物资呢 全部干掉 所以它地面上 所以它地面的防空武力 全部把你干掉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美军的空优 发挥的优势 主要就是美军直接干 它也没跟你客气 那你到底到现在为止 也没人算这个账 没人算账 但是美军 大马士哥拿下来之后 他请现任的总理 总理来处理国阵 所有的军队退出 所有军队现在说 我们现在通通不介入 然后整个治安 完全的行政系统 由旧的这个叙利亚政府军 政府的系统 公务员继续管理 然后全部不准扰民 不准 还有一个 不准开枪庆祝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些家伙 发工了 会开枪 会高兴 会吓死人了 所以通通开始 全部 所以你看到 很安静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美国宣布 他们不介入 不参与叙利亚政府的工作 所以就没有人参与了 看起来就是 他们自己将来会循着这所谓的民选的方式 可能土耳其会介入 因为这个地方很复杂 它里面有所谓的不同的宗教的系统在里面 但问题是 那以色列干嘛地面部队要进去 而且以色列地面进去以后 离大马斯克只有四十公里了 没有 这些部队原来都在的 原来就是 早就打进去了 早就在当地的叛军 就一天到晚 所以这个阿塞德从来没有稳定过 他一直被不同的叛军在骚扰 那这一次为什么骚扰变成了 作战成功的理由 就是川普讲那句话有道理 因为俄罗斯跟伊朗没有力量 他有三个力量支持他 一个俄罗斯 一个是伊朗 一个是真主党 那伊朗跟真主党废掉了 那俄罗斯已经把它 原来在这个 在叙利亚的部队 大部分已经调回俄乌战场 所以已经没有战力 也中空了 已经没有战力了 已经没有战力了 只剩下一些 基本的一些兵力了 就维持的兵力 所以这个一下子十几天时间 就把它拿下来了 对 可是这个计划 已经做了很久了 做了非常久的计划 那当然这个八栋子 我刚刚讲的 它不是以色列 是土耳其 对 土耳其利用这个机会 变成称霸了 把它整个地区拿下来 土耳其变霸了 当然以后的这个地方 这个政府的运作里面 我认为土耳其 会高度的介入 因为土耳其本身 是伊斯兰教 他们知道 这个不同教派 不同教派之间的关系 它要怎么处理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以色列或是这个 或是美国 并没有能力 出这个事情 而且大家注意到说 现在俄罗斯 刚刚讲的是 越来越衰弱了 越来越衰弱了 很多的小弟就跑掉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也跟之前 跟亚赛拜然 在对打的时候 亚美尼亚是靠过俄罗斯的保护 才撑过去的 就没有想到 亚美尼亚讲 不行 我现在跟你俄罗斯的 集体安全条约 已经不可挽回的决裂了 这个已经不碎 这是第一枪 还有其他很多 所谓的这些原来的 这种东欧的原来的国家 或是中亚的国家 都开始了 所以那这个问题就是 今天川普为什么要敢写脸书 他的问题很简单 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说 如果你不停止战争的话 将来会有更大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他会变成更大更糟糕的事情 他说他认为普丁会开始的行动 什么行动 就是跟他谈判 恶污了 恶污谈判开始 最重要他讲的概念什么东西 他说中国可以提供协助 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中国 还在帮他打仗的话 我就把你扣上帽子了 就是现在普丁不谈判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中国的习近平支持他 所以他把这两个连在一堆 所以是警告习近平 警告习近平跟普丁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后面还有哪些怪招 那一定是平实力的 那这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势已去 如果能够跟这个 如果能够今天能够借这个机会 能够跟普丁谈出个好条件的话 这个对美国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等于说他这个东方轴心集团 到目前可以宣告 已经整个变成解体了 就是说如何一个良好的一个收场 让损失最小 因为川普是一个喜欢做交易的人 他喜欢谈判的人 他不希望在这边大动干戈 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这边 这边很轻松的就检线成 那我觉得普丁在最近几天 你看了没有 非常安静 非常安静 跟七小炮一样都很安静 我认为他们有非常密集的谈判 在进行中 那这个谈判的重心在哪里 就是普丁要保留他所有现有所有一切的权利 你是第一个点出来说 那时候川普到了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典礼之后 他穿的是深蓝色的西装 戴着打着一个金黄色的领袋 这跟他过去的穿梭是并不一样的 这个代表什么 他已经立体乌克兰了 嘴巴之前讲说 我没有 我之前讲这我没有 乌克兰该牺牲之牺牲 你的重点应该在和平 而不是战争 结果你说这个动作是很明显 他已经要立体乌克兰了 我要立体乌克兰代表 我已经跟乌克兰已经谈好了 跟乌克兰谈好是 乌克兰的东西他已经要到了 当然是 他很明确的 因为他第一个 他的参议院有 已经有议员提出来 用租借法案 换言之上 他现在不是说我去援助你 现在是我借钱给你 放高利贷 我挤酒你 你去打 对不对 探理性给他 他探理性了 然后本利他都要谈回来 他要变租借的情况之下 他就变成当事人 我钱借你 你不要开玩笑 你不能够打败 然后第二个 他的所有的矿产 因为乌克兰是世界上 非常巨大的这种 右矿 右矿的这个 这个产量股 他把这些 很多稀有的矿产 全部让美国人来经营 这个就是他最现实的东西 川普什么都不懂 这个懂啊 这个都是钞票嘛 对不对 那刚刚瑞德讲的对啊 为什么要马克宏在场 马克宏在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川普坚持一件事情 北约经费谁负责嘛 马克宏 马克宏会去兜北约的钱出来嘛 欧洲自己付北约的钱 你都 不然我不敢讲偷偷付 但是一定是他美国的份额会逐年下降嘛 美国的担任的军费会下降嘛 你想想看 他能够收到利息 他能够赚到这个产业回来 对不对 然后他又能够节省军费 他光是他所谓的原外经费 他那个是上千亿美金 对 他在乌克兰搞了一千亿美金下去了 他这个一千亿美金拿回美国可以做多少事情 可以去做驱逐 可以去做什么毒品 对 边界 高墙 他所有的工作 他可以省狠 他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因为他自己就忍不住了 刚才讲 如果还有成果 他一定会马上讲 他在跟那个所谓的 跟马克宏 跟那个泽伦斯基见外面 他马上跟纽约邮报来报道 他跟纽约邮报怎么讲 他说我跟马克宏见面的时候 他们同意支付 北约国家向欧洲军事联盟支付 公平的份额 他说川普说 好了 你们北约只要 你们愿意付账单就好 他们当然要付账单 你们如果付钱 有人付钱 我参与后 我就会参与这件事了 所以讲的简单 所以我说要有人买单 川普的胃口非常简单 他很简单 因为他国家是一个亏损的国家 他国家当然有碰货膨胀的问题 有一大堆财政的困难 那现在北约不要付 乌克兰战场不要付钱 北约的日常性的保持军费 军利的费用 有人帮他买单 他出兵有什么关系 而且还有更大你知道吗 所有的欧洲 所有的欧洲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 通通提高 那提高要干什么 买武器 买武器跟谁买 跟美国买 跟美国买 所以马克宏为什么最高兴 因为马克宏他的法国是自主 也可以卖武器 自主的武器攻击系统 如果有开始大家提供买武器的话 法国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 主要的武器供应国 韩国也是主要武器供应国 那德国就输了一大段 可是德国有钱 德国就要出钱 所以德国的问题 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马克宏敢再承诺这个事情 你看看北约是不是都答应他 答应了 没办法 不然我就撤军 对不对 我跟你丢包 也不跟你出什么怪招 所以这个就是川普 在北约已经得到胜利 那北约得到胜利之后 那普丁就没有悬念 为什么没有悬念 有人买单 我跟你讲 他可以跟你干十年 长期化不怕你 然后你看了这个情况 就是欧盟变成一个新生的力量 欧盟原来不强 在军事上一直不强 现在从今天开始 从2024年开始 未来十年之内 欧盟会变成一个 全世界非常强大的一个 一个整个集合体 这个集合体 有大小国家的联盟 他的军火 他的产能 他的各种生产能力 都会变成世界第一 所以欧盟会被川普逼到 走出另外一条他们新的一条路 欧盟是全世界 欧洲应该这样讲 是全世界的 若贝尔奖 还有思想的发动机 人类重大的发明的原始的第一步 都是大部分 在欧洲 都是从欧洲开始的 欧洲文明史 主导人类的历史的进步 不知道 这个今天的座位的安排 真的在中国里面 或者是中共里面 是有学问的吗 每个东西不能乱做吗 还有 如果你今天从最后的照片 这个是跟中共信息 中国的解放军信息部 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队 拍了这个大合照 可是看起来 习近平是真的不高兴 以这种军委会的主席的身份 带了一杆这种 这种百官 这种高级将领去到这边去 他等于去演讲 他做的好像有三点才是 那都是套话 我看也没什么内容 结果搞了一个这个图出来 就全部中国华人 大家各界华人 真的中国华人 不 当然了 因为这个是 你现在看到新闻联播 是央视画面 那你起先看到那个 是在新华社画面 新华社画面看不出来 比较不出来 没有什么特点 但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那个是正面 对 因为你那个 他那个时候听党指挥 这个打声 我们作风有两 有台式的 那个是习近平 讲给他的解放军的指示 那你这个东西 就放到后面 正常就在这个台子上面 放一个高台 然后前面前排 就是那些所谓的上课 演讲学习台 每一个人坐个桌椅 在那边听 听领导指挥 听领导指示 结果把它变成摆成这个样子 这个这样子变成平起平坐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做法 真的奇怪 当然很奇怪 这个 他跟一般将 那里面可能还有很多 不是将官 可能是校官 那怎么跟他们平起平坐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还有 你要看新华社的稿 在人民日报的稿 我忘了哪一个 反正文字稿里面 以前让这种东西出现 都会说习近平说什么 现在这个稿里面 这些不见 没有习近平说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最近军方所出现的 习近平的领导的指示的才是 过去是东一个习近平 西一个习近平 然后南一个习近平 北一个习近平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东西不见了 所以在这个不见绝非偶然 对 对不对 那一定是有一个系统的运作 那中止步 他怎么样子运作方式 完成这个结果 我们不懂 但结果看起来 就是从这个画面 加上我刚刚讲到的 文字稿的对照比 没有习近平说 这个东西就不是很正常 我又回到我前两天 上个礼拜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苗华的接班人是谁 就是他政治部主任是谁接 如果政治部主任 不是他的亲信接的话 那就确定 他在军委会的 领导的控制能力衰退 衰退 那他控制 如果我连枪杆子都掌握不了 那我的权力 我的党值可以掌握得了吗 你要佩服他 到现在为止他还撑住 他做多少错误的决策 经济情况那么不好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都说什么上不封顶 到现在搞得邪恶恶恶 搞得惨斗了 然后他跟美国打了贸易战 是他打的 他答应川普 然后最后反悔 对不对 然后弄了一堆事情出来 这个国家整个现在经济情况 一路下滑到现在 然后要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变成这个 要是百年为百年 百年的最大的变局 要当事要 要决定这个世界上最最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 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现在变成了 一直步步下滑 根本撑不过去了 所以这两个已经是 差距极大的情况之下 他还能守在位置上 我认为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我认为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historicalман 优优独播剧场——Й關